你没完了是吗 你见着谁啊 你有必要知道他是谁吗 那我看你刚才一脸享受的样子 我让你知道什么是享受 等一下 一会儿来人怎么办 我去家 郑雪孩 张迟 好久不见 是啊 有一年多了吧 是有一年多了 上次见面 还是在我母亲的葬礼上 听说你考到律师资格证了 那现在是大律师了 今天来医院干吗 哦 我来给我爸拿点药 你呢 怎么一个人来医院啊 我来产检 宋浩天没有陪你一起来吗 浩天他工作忙 你们不都说我是女强人吗 还有人陪啊 那我陪你一起吧 正好我今天没事 咱就当老朋友叙叙旧 哎呀 现在真是贵呀 那不是老李嘉儿的媳妇吗 我也要把他发到咱们跳舞群里去 你先别急 关门去 还是你们这大房子好玩 不像我一个人孤零零的 还要去租一个单身公寓 回家路上还老有一群人 不像秘密的顶着我看 还不是因为你好看 别担心 这个房子早晚是属于你的 等一会儿 你准备什么时候跟他离婚啊 不急 再从这家人那儿多够点钱出来 算你不傻 你以为我每天想看她脸色 我看见她就烦 干嘛你憋的 那今天这全听你大 让你好好做一回自己 你也想到还挺快的 今天真麻烦你了 今天真麻烦你了 不用 一会儿回公司嘛 正好顺路 不回了 我今天有点累 回家休息了 好 你好 你所拨打的电话 你这么幸运的 因为你很难记得 再一遍 终于二遍 然后再的话 你进吧 搞定的 我说一次 你不能追寻 我 Tumblr 你会好 我帮你 别说 你不想 我帮你 你来 我来 我来 你来 我来 你来 你来 我来 我来 你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